大家好,欢迎来到AI探索频道。 2024年底的AI市场热闹非凡,各种影像处理工具推陈出新,创意无限。 今天我们聚焦三款热门工具,Luma AI、Picke和Cree AI,快速带你了解它们的最新玩法,启发更多创意可能。 工具链接都在下方说明栏,准备好了吗?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若您是第一次使用Luma AI,使用Google或是Apple账号登入即可。 接着点选Try Now开始使用。 这里您可以点选Watch Tutorial观看教学,或是点选右上方的关闭按钮,直接进入使用面板。 这里我点选右上方的关闭按钮。 接着点选Starter Board,进入使用面板。 这里Luma很贴心地提供了提示词和相关的照片,让新手也可以很快跟着使用。 其中第三个选项是我今天要介绍的。 如果您看到的图片和提示词和我现在画面的不一样, 不用担心,因为Luma会持续更新它们的范例。 您可以看完影片,然后上传自己风格的照片,跟着我的提示词或自己修改提示词试做看看。 这个是Luma AI较新的功能。 您可以看到,点选后,图片和提示词都出现在下方的栏位中。 提示词写的是,用这种风格制作一个希腊石雕。 您可以注意到Style这个字前面多了一个小老鼠符号。 这个AddStyle是可以让您用来锁定风格的。 接下来我要将Greek这个字改成Asian,将希腊石雕改成东方的石雕,然后点选旁边的箭头,开始生成图片。 很快的几张特别有东方韵味和原图风格一致的图片就完成了。 我们可以看到其中一张图片生成失败,不过一次得到三张特定风格的图片我还是挺满意的。 接着,我们将游标移到左上方提示词。 您可以看到当我们移到背框起来的部分时,更多的选项出现了。 这是我点选第三个,非洲部落雕像。 马上Luma又开始帮我生成同样风格的非洲部落雕像图,所以如果您需要制作风格一致的图片,Luma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接下来我们使用Luma来制作人物一致的图片。 首先点选输入栏中的图示按钮,上传您的图片。 接着点选右下方这个按钮,确认您的选项是Reference参考选项。 然后我在输入栏中输入Create和As a Supermodel Taking Photo Attract,让它变成一个正在拍照的超级模特,指定使用这个角色。 接下来我们将游标移到右边的设定图示。 这里可以设定你要生成的是图片或是影片,以及画面的长宽笔。 确定好后就可以按下输入栏旁边的箭头开始生成。 很快的Luma成功生成了人物一致的四张超级模特儿的拍照图。 同样的,您可以将游标移到提示词的部分,这里的角色以及照片效果都可以加以替换。 这里我将Supermodel改为未来风格天后,然后将拍摄照片改为3D渲染。 您可以注意到在这里我每做一个耕洞,Luma就马上重新生成图片。 所以这里我会得到8张图片,您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要注意,这些动作都会扣点数的。 图片完成后您可以将游标移到图片上。 你可以看到右下方会出现几个图示,可以让您用来修正,制作影片,参照,产生更多像这样的图片,或是下载。 这里我们选择一张喜欢的照片,然后点选它的More like this图示,生成更多像这一张一样的图片。 原本AI生成的图片,你很难控制它重新生成后出现的人物以及风格。 现在更新后,使用Edge Style以及Edge Correct你可以很好的掌握图片生成的风格以及人物的一致,让结果一步步趋近你的目标。 若这时你已经有喜欢的图片了,就可以按Make Video图示来生成影片。 生成影片会花费较多时间,以及较多的点数,所以建议各位朋友先将图片确定下来之后再生成影片。 影片生成后,我们先检查一下。 第二段影片脸有点变形,而第一段动作非常的流畅。 决定好后我们就可以按下载图示,将图片下载下来。 看完了Luma AI这么强大的工具,你会不会疑惑其他工具还值得期待吗? 不要怀疑这些厂商真的是太厉害了,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AI工具是Pica。 同样的,请您先点选影片下方的连接,我们马上开始。 Pica其实就是之前推出各式影片特效引起网路一阵旋风的AI影片工具。 但是它们并没有因此停下它们的脚步,它们除了持续推出更多的影片特效外,更推出了Pica 2.0版。 进入Pica之后,请您先看输入栏下方有一只小兔子,点一下后可以看到目前免费版可以使用的是1.5版,至于2.0版则需要付费才能够使用。 而在输入栏下方闪烁的Ingredients则是Pica 2.0版的最新功能。 左上方这个模板直接点一下,可以直接跟着操作了解如何使用Pica 2.0的Ingredients功能。 点选这里的左右箭头,你可以看到Pica提供了三种不同的模板,让你可以跟着练习操作。 选定后按下下面的Start with this template,就可以将内容套用到输入栏中。 当然这里我们可以将所有的图片改成自己的,这里的提示词写的是,穿着服装的角色在某个地点转身对着镜头摆姿势。 你可以放上自己的照片,放上想试穿的衣服,再加入自己喜欢的背景。 接着就可以按下旁边的星星按钮开始生成影片。 如果你们没有付费权限,就先看我生成的效果。 看来这些AI工具都渐渐向更实用的方向发展,可以开始展示商品了呢。 接下来我们再试试Pica提供的另外一个范里姆版。 我打算把这位男士换成一位带着礼帽的帅哥。 我上传的图片似乎和原图比例不一样,在这里看不到男生的头,不过还是试试看。 影片的效果很好,两个人成功地在电影院里面吃爆米花一起看电影, 只是我们的男主角和美女在一起为什么看起来不太开心,我来修改一下提示词。 加一句让他们偶尔会将头靠近彼此交谈。 好,这样看起来是不是好多了? 这么棒的影片效果自己都可以拍出好故事了呢? 接下来,我要介绍的工具是同样值得期待的Create AI,连结一样放在影片下方说明栏,请大家先点选进来。 如果是我们频道的老朋友,对这个工具应该不陌生。 我曾经用它来制作无线循环影片的教学,颇受大家的喜爱。 现在它又推出了新的功能,我们同样来关注一下。 进入Create AI之后,第一个映入眼帘的是Flux图像生成器,这个工具原本是付费才能使用。 目前,配合Edit这个新工具测试版的推出,免费提供给所有人使用。 有心看到这个讯息的朋友,赶快推荐给亲朋好友一起使用吧。 这里,您可以点选Generate Image来生成影像。 若您不知道一开始要生成什么图像可以直筛子来决定,您还可以在这里选定影像的尺寸。 右边的图示则可以让您选定特定的风格。 确认好后,按下Generate即可开始生成。 很有意思是吧? 可是这不是我们今天教学的重点,我今天要介绍的是Corey新的编辑功能。 请您点选上面的Edit,然后点选Upload Image上传图片按钮。 这里我上传了一张用AI生成的图片,但是我觉得左上方有点不合理,改放一艘战舰上来好了。 这里我点选Change Region,选定我要改变的区域。 接着我直接在这里输入一艘战舰。 然后上传一张我在Google上找到的战舰照片。 到目前为止,我都还不知道贴上去的效果会是如何。 再来我们按下Generate按钮开始生成图片。 天哪,各位朋友,这真是太酷了。 Corey AI的编辑功能不是简单的把图放上去而已,它还可以配合图片的风格来做修正。 趁着现在可以免费使用,赶快用起来不用真的对不起自己啊。 我们再来多试一个图,这一次我先调整图片大小。 接着我想让这个女子戴上太阳眼镜。 接下来我觉得这个图背景的白边太突兀了,我来为它加其他的图。 我随便找了一张图,我也不知道生成之后会长什么样子。 让我们一起看看效果吧。 嗯,人物不见了,但是图教自然地融合在一起。 接下来为了平衡,我在左边也加入一张图。 这同样是我随机找到的一张图,直接放上去看起来还是很突兀。 我们看一下生成的效果如何。 蝴蝶被拉得有点变形,但是你可以看到左右边的边界有对齐,底色也设定成一样。 不得不说Corey AI的编辑功能真的很强。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这样的影片,别忘了按赞留言加分享。 我们下次见。